今年3月行政院宣布台積電即將落腳嘉義科學園區 加上嘉義市周邊鄉鎮市的各產業園區崛起 年產值上看2000億 30號嘉義市長黃敏輝到醫院市政報告 就議員憂心嘉義市會被邊緣化 在內看斷指取內容 包括華泰民品城的進駐 包括台積電落腳嘉義科學園區 實際上在過去一段時間當中 就有很多人就會提到說 嘉義市好像被嘉義線邊緣化了 而市長黃敏輝也坦承 確實有邊緣化的危機 中央的大南方計畫也被跳過 強調嘉義市不缺計畫 缺的是中央的鼓勵與支持 但能聽斷他的說法 嘉義市最沒有欺負的是價位 我們欺負的是中央的支持和鼓勵 所以我們要呼籲中央以及產業界 嘉義市是小小台台好騎去 來投資嘉義市絕對是最好的決定 市府表示將透過北港路兩側及加北車站 周邊兩大區段徵收計畫 帶動嘉義市西區發展 也提出連結台鐵與高鐵的藍線捷域可行性研究 竟然向中央爭取經費 就判中央早日兑現推動嘉義市軌道建設的承諾 建構縣市交通網路 讓嘉義縣市共同生活圈互利共融